中华武术博大精神 功夫齐人层出不穷 金钟罩 铁砂掌 急速神权 究竟如何练就 主持人千身体验 为您揭示 绝技会以后的奥秘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战争始终伴随着我们左右 古代战争中 短兵相接成了双方将士 最常见的对抗方式 因此身体的强壮程度 及进击格斗技术的优励 将直接决定战斗的胜度 这其中 不若金汤的防御 往往让敌人非常透透 在中国武术中 有一种绝技 称为金钟罩铁山 据说 这是一种顶级的防御术 金钟罩高手可以在一段时间内 让身体达到一种如钢似铁的状态 即使是锋利的刀枪 也无法伤人分毫 那么 这种武功绝技 是如何在树间 把血肿之躯 变得如钢似铁的呢 胡琼 四十岁 自有喜爱武术 精通多种 硬气功绝技 自称已练成 金钟罩铁不扇 额头不高的胡琼 看上去与普通人 并没有什么不同 难道他真的练就了 刀枪不入的金钟罩铁不扇绝技吗 无穷师傅第一个将要表演的下午 是挺头功 看的确实是惊心动魄 以前虽然看过 但是真的没有像今天这么近距离的看 两片我这么敲看的能不能断 我以为这东西特别脆 所以一下就能碎了 还真不是 我能摸摸你脑袋吗 可以 这跟我们还真是不大一样 感觉肉特别厚 还挺硬 也不是硬是软这种感觉 它肉比较厚 疼吗 一点感觉没有吗 有没有 经过长期练习以后 我这一团都没有头发的 全都没有头发的 摸起来是 感觉比我们这好像肉多了 是吧 对 保护 保护成绩要厚一点 难道是胡师傅 异于常人的头部构造 造就了他的铁桃工具的记忆 在高速摄影的镜头中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铁条和砖块接触头顶的瞬间 仔细看过胡琼的表演后 高云峰老师发现了一个细节 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结果我们发现的话呢 这个在撞击的时候 铁条比较长 它撞击的时候 大概在三分之处撞了自己 因此的话呢 这个铁条为什么会断的话呢 是由于上面三分之二处啊 突然一撞之后啊 这样停了 但是上面的话有一个惯性 这个惯性特别大 这个惯性也会使它折断 再加上生铁 它是相对较脆 对比较脆 它里面有些杂质的话呢 就容易断 如果说它拿一块钢条 那不行 钢条的话最多是弯 一般不会断 为了让表演更容易成功 胡琼师傅明显选择了一个比较有力的方式 仔细观察录像可以发现 无论是钢条 铁条 甚至砖头 在接触头部的一瞬间 它都将撞击点 选择在物体靠下三分之一的位置 这个点就相当于杠杆的支点 使得胡师傅可以将最大的力量作用在上面 上面流出更多的余量 也会使物体更容易弯折 同时 生铁和砖头比较脆 容易折断 所以表演效果非常惊人 这种撞击之下 就算是用那个的 像刚才我们说戒不一定的技巧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 它对人体本身 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冲击和伤害 对 这是肯定有的 我们会注意到的话 所有练习戒重的 练武之人的话 它都经过长期训练 长期训练的话 它平时就拿一些小龙 想撞击自己的头 或者什么地方的骨骼 我们知道的话 这个骨骼在长期的刺激下的话 它会尽量给它鼓励住 这个铁头功 刚开始的时候是练顶强 倒立 然后再拍打 也说练的时候有一点 但是现在练成功了 它就不疼 虽然我们看到 胡师傅的表演 只有短短几十秒钟 但是背后凝聚的 是他数十年如一日的训练 长时间的训练 难道真的让胡琼师傅的头部 发生了变化吗 高云峰老师所说的人体 经过训练之后的变化 到底是真是假呢 我们带着胡琼师傅 来到了清华大学 附属育权医院 准备在科学仪器之下 一探究竟 看看胡师傅头部 是否真的有些 异于常人之处 就比我们正常人的厚 能说多少了 这个不好说厚多少 但是至少你看到 它的内外板 那个板僵显得很小 就绝不是内外板 这个顾鼻子 显得特别厚 特别白 不像我们普通的 普通的可能内外板 显得周间板僵比较多 就是这个黑的部分 比较多一些 这是先天形成还是后天 这个是可以 就是后天的条件 不一样的时候 可以是改变的 这是您认为 目前看应该是后天的 对应该也是 原来金钟罩中的铁头弓 是因为头颅 经过长期的耐手训练后 如果骨骼密度逐渐增加 同时头皮增厚 这样头部变得更耐击打 再加上表演时 利用物理原理 再挑选些比较脆的物体 就达到了如此惊人的表演效果 当然这看似简单的表演和原理 背后是胡师傅几十年的功力 普通人千万不要模仿 头部有颅骨保护 经过训练可以提高硬度 这并不难理解 可是如果人体没有任何骨骼保护的部位 是否能够同样经过训练 提高耐机的能力呢 咽喉可以说是动物最脆弱的位置 很多猛兽在攻击猎物的时候 都会咬向这个地方 一击致命 人体的咽喉是身体上最为娇嫩的部分 这里似乎难以承受巨大的力量 然而在随后的表演中 胡琼师傅将用脆弱的咽喉 定向锋利的金属枪尖 难道人的肉身真的可以刀枪不入吗 意外真的发生了 但不是锋利的金属枪尖刺入了胡师傅的咽喉 反而是用于表演的枪尖 竟然因为承受不住巨大的力量而折断了 柔弱的咽喉 怎么会将锋利的金属枪尖顶弯呢 我们的主持人在观察了胡琼师傅的表演后 决定亲身体验一下 金枪刺猴的感觉 我们先来试试啊 体会一下啊 体会一下 咱不把全身动两压上去 咱们吧 对 这里 这是一种 对 有这儿 对 这儿啊 这不更戳个稀里哗啦的 别说这儿好像感觉试不如下面的明显 确实觉得有点堵的 提醒电视机现在您没事在家别试着 金枪刺猴的学技展示完毕后 随后我们将看到胡琼师傅的最大绝技 金枪刺身 岁大石 这一表演项目 胡琼师傅曾经在一次节目中表演过 不过那个时候 他是用五支枪钉在身子的五个部位来表演的 而这次胡琼师傅将再次挑战自己的极限 用三支枪支撑起全身的重量来表演 胡琼经过简单的准备 表演开始了 胡琼师傅将再次挑战自己的极限 杰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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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 厉 你很厉害 营 井 营 iento 太厉害了 我能看看前面吗 我都感觉要进去了 天哪 疼吗 不是 但是也有一点 一开始练习 可能感觉比现在更敏感 对 你表演过多少次这项目了 再给今天表演 天哪 太可怕了 我感觉好像随时都会进去 有很深的一个屋 您这太吓人了 一点感觉没有 我不疼吗 有一点 但不是很疼 只是疼的 也就是皮肤的表皮 里面一点都不疼 里面没有 我看你说话也很正常 里面肯定是没伤 那您这一开始 还有后面 这是干嘛呢 主要就是把这个气要调整起来 然后就把这个皮肤要拱进 嗯 最关键呢 因为这个枪吃不进去 关键就是要把那个皮肤绷得很紧 那层线都弯了 对 这个已经没法用了 我的妈呀 我看看这手能撅过来吗 我只觉得我在您面前整个一属乎腹肌之力 能看您腿上吗 就感觉像是被人掐了一样紫了 是吧 对 哦 您这腿真够结实的 对 火 您这裤子都没藏了 这样没有 还真没有 用三只枪支撑一个体重六十千克的人 本身已经非常惊险了 更何况背上再增加一块重四十千克的石板 最后再用铁锤砸碎背上的石板 可是表演过后 锋利的枪尖仍然没有能刺穿胡琼的皮肤 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竟然就发生在所有人的眼前了 那么胡师傅究竟是如何做到 用恕有之躯来抵挡锋利的枪尖呢 这其中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呢 在高速摄像机记录的画面里 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 胡琼师傅的表演都是真实的 高云峰老师看过视频后 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力学小学来说的话呢 这里面还是有很多道德可以讲的 比如说 他身上啊 这个为什么放个石头 而且呢 这石头还看着还挺沉的 实际上这是有讲究的 在人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这个石头越重的话呢 实际上人是越安全的 当那锤子砸下来的时候 这锤子有很大的速度 也很大能量 当它锤子砸到这个石头的时候 它会把石头砸碎 那我们知道的话呢 石头破碎的话是需要能量的 这手枪尖弯了 对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也就是说的话呢 这个石头破裂的时候 它会把那个锤子的大部分的动能 都吸收到 这样的话呢 传到身上的能量就比较小了 如果搁一块豆腐这人都完了 这人基本上就完了 根据高云峰老师的解释 铁锤在接触大石后的瞬间 石块破裂 吸收了大部分能量 因此 传递到人身体 以及三个枪的力量 将会变小 石块越大 破碎后吸收的能量就越多 传递到人身体的力量 也就越小 因此 铁锤碎大石 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危险 有了高老师从科学角度的分析 主持人决定 亲身体验一下 背后碎石 到底是 什么感觉 今天他决定让我也体会一把背后碎大石 今天碎这大石看看行不行 朋友们替我加油 我直接趴地上是吧 其实这个还是很安全的 人们害怕这个是心理一致 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的话 石头越重越安全 咱们那个 我们 一块 你要记住 哎哟我的妈呀 怎么这么沉 这个呢 基本上 趴在地上 这样 这样放一块石板 对人体 没有 没有伤害的 没有 只要他能够背得起 那块石头 表演的话 就不是这样的了 表演下面是 钉床 或者是刀 人是 持着光 持着身体 然后睡在刀上 然后肚子上 还要放一个冰床 然后冰子 把人夹在中间 再睡一个人 再放一块石头 再睡一个人 再放一块石头 那个是 总的重量 可能就是500斤以上 那么下面的这个人 就要功夫 你拿 他拿你俩 经过解释 主持人好像放松了些 随后 体验开始 大家先准备好 你 一切来的太突然了 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感觉 感觉好像就是 有人在你背后轻轻地撞了你一下 于是石板就裂开了 于是就轻松了 于是 很舒服 很舒服 但是 在没有专业人士的支持和帮助之下 请大家自己千万不要模仿 虽然主持人 亲身体验了背后碎大石 但是胡琼师傅 用三根金枪 撑起身体 在碎大石的绝技 却无法模仿 那么 在胡琼表演 枪上碎石时 三支枪所承受的力 到底有多大呢 为了揭示这个绝技的原理 我们和胡琼师傅一起 在北京体育大学的实验室里 进行了更精确的测试 胡琼师傅 体重和石板的重量 加起来 共一百千克 一开始 胡琼师傅背上石板 在枪肩上静止的时候 咽喉受到的力 是三十千克 而两条腿加起来 是七十千克 大腿上的两支枪 分担了整个身体 大部分的重量 而在锤子砸下的一瞬间 力量瞬间增加了 将近八十千克 这一瞬间 咽喉分担了 其中的二十五千克 两腿分担了五十五千克 从数据上 我们发现 咽喉处的受力 总是最小的 尽管这样 也在瞬间承受了 将近五十五千克的力量 这相当于胡琼师傅自己的体重 难道脆弱的咽喉 真能经过锻炼 增强耐刺力吗 我们检查了胡琼师傅 几个关键部位的 神经敏感程度 结果 会是什么样呢 原来 人体咽喉部位 原本痛绝就不敏感 而胡琼又经过特别的训练 使咽喉部位的 痛绝敏感度 大幅度降低 再加上表演时 大腿两个部位的受力点 分担了大部分的力量 因此 在实际表演中 虽然瞬间碎石时 咽喉部位也承受了 五十五千克左右的力量 但枪间对近五百点的胡琼来说 并没有造成伤害 他也没有感受到很疼的感觉 通过科学检测 我们试图解释出 无数绝技 金钟罩体的秘密 尽管了解到了 其背后的许多真相 但还是贪腐 胡琼是否勤学苦练的超人意 也明白了 人体看似如此脆弱 经过断裂 原来竟然也能够承受 巨大的力量 也许 对于我们人体自身的潜力 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 留待研究 中华武术 中华武术传承千年 更是人类追求自身力量极限的完美体现 格斗时 在身边没有武器的时候 身体就是武器 古代中国 无数家们一起在寻找 如何将身体 变成武器的方法 他们通过各种训练 不断追求身体潜能的极限 在民间有一种绝技 被称为铁沙掌 据说铁沙掌高手 可以把手掌 练到一种如钢似铁的状态 就像一种致命的武器 黄敏海 25岁 自幼喜爱武术 自称已练成铁沙掌功夫 说话很腼腆的他 看上去与普通人 并没有什么不同 难道他真的练就了 传说中破坏力巨大的 铁沙掌功夫了吗 黄敏海第一个将要表演的项目 是铁掌碎砖 我的天哪 你这手给我感觉一般人长不出这样的手来啊 这么厚啊 是你天生就这么厚 还是后来练出来的 练出来的 我小时候看书上说练铁沙掌 就是什么找一大盆 这盆里面后来有一个大锅 搁上黄豆 下面那个火点着 啪啪啪这么炒 那不是 那是怎么练的 拍沙袋 拍沙袋 对 开始拍绿特沙袋 后来到最后拍铁沙袋 钢珠的里面 不是说搁铁沙 自己去炒 那是炒的意思 随后 黄灵海又一口气展示了两个绝技 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通过高速摄影机 我们看到黄灵海所有的表演都是真实的 而高云峰老师仔细看过黄灵海的表演视频后 发现了一个细节 所有的撞击它会有意无意地让那个砖开始的时候和这个底下的那个面要敲起一点点 这就是说利用它那个巨大的冲力 你刚才你在看它在撞挨的时候这个地方会动一下 这黑的地方就是它一个空气的地方 你看它有个动的感觉 整体动 这表示说开始的是空的 它整体会动一下 然后再挨它 这整体动的话 虽然只是差那么一点点 它会带着一个巨大的惯性力 高云峰老师发现 黄灵海为了让表演更容易成功 在表演高难度断砖的时候 用了一些小技巧 无论是握住鸡蛋的拳头还是二指 他都在右手接触砖块的一瞬间 有意无意地将砖块抬起 这样在击中的一瞬间 砖头产生了运动 在接触台子的时候 形成撞击 使砖块更容易折断 研究出这个断砖的小技巧后 高云峰和主持人张腾韵 决定亲自试试 你可以啊 然后借助这个方法给它弄所有 不错不错 根据高云峰老师的解释 在黄灵海手掌击打砖块的一瞬间 由于拳头速度极快 会对砖产生一个极大的冲击力 同时放砖头的台子会对砖头产生一个方向相反支撑力 这两个力共同作用形成了剪切作用 这样砖块两面受力就会很容易折断 当我们再次观察 黄灵海第一次一掌断四砖的视频 同样也发现了这个技巧的巧妙运用 在右掌接触砖头的一瞬间 四块砖并不是紧密地放在一起 而是用左手压住一侧 将砖的另一头翘起一点流出缝隙 尽管如此 黄灵海的手部还是会受到巨大反作用力的冲击 可他看起来非常正常 没有丝毫痛苦的感觉 这种绝技是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人无法模仿的 这说明铁砂掌断砖不仅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还是要练就过人的掌力才行 原来经过长期特殊的训练 黄灵海的手部肌肉产生了变化 密度增大 在肌肉用力绷紧的时候 密室的肌肉组织保护了手部的骨骼 这样在表演的过程中才能击碎硬骨 铁砂掌锻炼的是手部的肌肉 不知这样基石如铁的手掌 还能有什么样的绝技呢 接下来黄灵海表演的绝技 叫单掌开酒瓶 我们已经快等到大量的肌肉 危险了 我们在肌肉的肌肉 就会有好够的肌肉 这一行这两个肌肉 是补养的节目 对这条大量的肌肉 就会有好够的肌肉 这是那个空气压缩 那压墙传到水上面 然后水传的压墙 就到底面就是变成压力了 在高速镜头中 我们看到 在黄英海手掌接触瓶口的一瞬间 有气体快速进入瓶中 这是气压增加的表现 明白了其中的科学道理 人们随后尝试去模仿这项碎平绝技 但是却没有一个试验成功 看来能真正掌握每一手绝技武功 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经过对黄英海铁掌弓绝技的初步科学分析 即使明白了其中的科学道理 我们发现 也还是需要长时间循序渐进的练习 和反复的不断揣摩 才能使武功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百炼成钢 这也许是对黄英海炼旧的铁杀掌绝技 最好的概括吧 什么是世界上最快速的拳法 这种拳又能产生什么样的威力呢 永春 中国南拳拳术的一种 目前被很多人认为是最实用的功夫之一 永春拳里的寸进更是阳明海外 令人赞叹不一 而永春的日子冲拳 传说是世界上最快速的拳法 在电影《夜问》中 那些不花少 不腾空翻飞的武打场面 快速直接的拳法 让观众知道了中国功夫 简单实用的一面 影片中 甄子丹扮演的夜问 用无险可击 速度极快的永春拳 独自打败了一群 日本武士的凶猛进攻 表现出了中国武术的至高境界 永春拳攻守兼备 手攻同期 注重刚柔并济 速度极快 在近身搏击中 有着巨大的优势 今天就让我们去探究一下 永春极速神拳的秘密 王志鹏自有习武 是国际功夫巨星 李小龙师兄 黄淳良大师 永春拳学系第二代传人 延期永春拳学十几年 功力深厚 享誉海内外 永春拳与大部分传统拳术不同 他的套路极少 简单直接 很多都是近身攻防的招数 因此动作幅度不大 在如此短的出拳距离内 永春拳是如何产生巨大的破坏力的呢 这样的拳法 为什么会被称为世界上最快的拳法呢 神秘的寸进又是什么绝技呢 我们的主持人张滕岳一上来 就想体验一下永春拳中寸进的力量 那我们就试试这个 行行 这我还是关注的 你关注我好像是不同 我会摔出去吗 我不会的 穿透是不动的 我要提口气吗 请随便 好来准备 准备 三 二 一 开车 哇 这下真透了 太透了 这下 我现在感觉内脏就是被恶狠狠地震了一下 有一种什么感觉 就是你从高的地方往下跳 然后呢自己没有做好减震 然后内脏的那种感觉 王志鹏师傅简简单单的一拳 真的有那么大的威力吗 这一拳和普通的拳法有什么不同吗 寸劲是吗 对 寸拳 就是近距离发力 永春很多技术都是进行发力的 所以叫寸进 其中一个拳呢 它就是说也是有一种寸 就是说近距离发力叫寸拳 很近的距离 非常近距离 甚至没有距离 能发挥到很大的威力 然后产生穿透的力量 压迫你五脏六腑 我觉得啊 这不太可能在哪呢 就是人家挨得这么近的情况下 我 用力 你这是推力 这也不成 这是推力 对 你一会儿一 抖出去 这会儿有感觉了 有感觉了吗 有感觉了 你看 我已经感觉到我嘴里 有早晨吃过早饭的味了 有感觉了 有感觉了 你打你 你快打我一下 你不用 你建议吧 为了比较一下被普通人打击时候的感觉 主持人将身体强壮的导演叫了上来 我们的导演虽说没怎么练过功夫 但是力气还是有的 他用力打出了几拳 虽然导演用尽全力 很显然 和王师傅看似轻描淡写的拳法相比 效果相去甚远 我告诉你 关键你得沉 越来越放松越好 你不要握得越紧 他肌肉都是僵的 不行 又弹了 同样的距离 同样用力的角度 可是主持人感受到的效果 却截然不同 用春泉的绝技寸进 到底是如何让王志鹏师傅 挥出这么有力的重拳呢 经过这个我们导演和这个王先生不同的感觉 我真的感觉到练和不练完全是两回事 但是怎么说呢 我也搞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到底是什么 要不然你也体会一下 我体会一下 有赢单者 终于传到我身上了 轻点 轻点 我轻点 我轻点 你在那 放松 你看 我发松点 你说难受说一声行 没事我轻点 对 有点难受 有点难受了吧 你看 高云峰老师亲身体验过寸进的威力之后 又仔细地观察了王志鹏出手瞬间的高速摄影 他有了自己的见解 就是你看说他的拳头在撞进这个之前呢 这个肌肉还是比较平均的 没有太收缩 一旦撞了之后 你能不能看到肌肉一股就是开始收缩了 那种收缩普照 所以据说 为什么说那个就是永春的话 它会禁止于可以发力 实际上的话 禁止发力就是 他的肌肉在很短的范围上 他有一个收缩 他就才能去大量的量 我们平时的话 不太注意就是 我们靠着运动服务才能去的一样 它是靠着肌肉的收缩 才能去的 根据高云峰老师的解释 永春拳能够发出特殊的寸进 其中一种可能的方式是 拳头在接触身体的瞬间 迅速绷紧肌肉 这样真的能够发出寸进吗 通过回放 我们看到了王师傅出拳时的细节 他又是怎样做到 瞬间绷解肌肉 打出具有惊人威力的拳法的呢 你得经常练 就是说你不用说要接手 不用练 就是什么感觉呢 就给你脑你去 一把刀也要拿厚回去 看来除了发力的要力 大量反复的训练 力不可少 王师傅几十年功力的积累 效果自然非同反强 根据高老师的指导 我们决定再试一次 我给你摆一摸摸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办法 你把手放下 越自然也好 越自然也好 真是打拳容易 用劲难难 不管如何使劲 主持人感觉 普通人和王志鹏师傅的打击效果 始终相差甚远 为了揭开永春拳短距离发力的真相 记者和王师傅 一起来到了北京体育大学的实验室 在这里将利用科学的手段 追踪王志鹏师傅身体的运动轨迹 希望在高科技设备的辅助下 能够帮助我们 揭示出永春拳振进发力的命 王师傅身上的白色识别点 能够被计算机捕捉 并计算出 王师傅再发出寸进一瞬间 身体的状态 这个在登地前的一下子 这个 这个车里台力是比较大的 然后它打出 拳打到最快的时候 这个力 是 就车里台力非常小 等于说 力差 等于说是一个 等于说你双手往上摆地 这种一个 吃重的一个 等它打完了这一圈以后 你看等它全数打完了这一块 回收的时候 回收这一段 然后它又变得比较大了 记着登地这个角 在王志鹏师傅发出寸进的一瞬间 一个细节被电脑捕捉到了 研究人员发现 王师傅在使用寸进出拳的时候 其实并不仅仅是上身在运动 更多的秘密也许是在下半身 在出拳之前 王志鹏师傅会先用后脚全力登地 之后登地的力量会经过腿部 腰部向上传递 最终传递到手臂 这个隐藏在身体里的力量传递过程 很可能就是用春寸进 能够在短距离瞬间爆发 巨大破坏力的关键 而这个传递过程 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掌握的 而是需要长时间的练习 成为一种本能 才能在近身实战中 发挥出它的威力 练习永春拳的人之所以要学习 能够短距离内产生强大破坏力的寸净 这和永春拳的特点有很大的关系 在永春的招式中 很多都是为近身搏击设计的 为了在狭小的空间迅速出拳 寸进这种短距离发力的方式 就成了左右胜负的关键 天下武功无间不摧 唯快不破 永春拳除了有寸进这个绝技之外 还有一个至胜的绝招 那就是被称为最快拳法的日子冲拳 传说这个招式出拳距离短 发尽脆快 而且左右连环连绵不绝 但对手根本不想招架 今天王志鹏师傅的弟子 将为我们展现这种绝技 走 怎么样 开始打打 王师傅的徒弟只简单几下日子冲拳拳法 就打灭了八只蜡烛 看上去似乎这个绝技也没有什么难度 我们决定先让北京市西城外国语学校的学生试试看 不会武功的普通人 有能打面 几针蜡烛呢 你别这样来 别左右 全从上面出来 手机前臂放松要 对 一定要 三二一 对 连续 别停 虽然这位同学竭尽全力 但是也只打灭了两根蜡烛 主持人张鹏月决定亲自试试 走吗 开始了 一根没捏 看似简单的打蜡烛 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日子充全 到底和别的拳法有什么不同 王师傅的徒弟是如何做到 拳风连绵不绝 既犀利 又快速的难 根据王志鹏师傅的解释 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挥拳的时候 习惯拉长距 这样能够增加出拳的力量 可是这样距离远了 从出拳到击打到对手的时间 就会增加 会给对手留下躲闪防守的时间 用春拳因为有寸进 可以在短距离内 获得比较大的击打力 这个力量 虽然没有从远处 全力挥拳的力量大 但是也足够击伤对手 而此时 使用日子冲拳 就可以使出拳的起始点 很靠近对手 甚至就在对手身前 这样挥拳的距离缩短了 自然出拳的速度和频率就快了 日子冲拳的速度 加上寸进的力量 这就是用春拳 与别的武功招式 最大的不同之处 那么对着蜡烛 使出永春日子冲拳后 又是什么因素 致使蜡烛熄灭了呢 其实这个力量 实际上就是 还是一个 让周围攻击 扰动起来 对 就是说这个实际上 对它来说 是达里来说 是一个两个因素 一个是说 风过去的话 把它吹动 但是同时的话 它风过去的话 会把星天空地带进去 氧气增加 所以的话 又风了 大了才会把它进去 风小的话 反而会稍微更弱 看来 蜡烛并不是有风 就能熄灭的 风必须达到一定的速度 并且连绵不绝才行 这也证明 王志鹏师傅的徒弟 打出的永春日子冲拳的拳风 既迅速有力 又连绵不绝 其拳风对空气的扰动 已经达到了 足以吹灭蜡烛的强度 而没有任何武术根底的 主持人张腾月和学生 对这几根蜡烛 却只能是束手无策了 明白了使用永春日子冲拳 打灭蜡烛的原理后 高云峰老师 决定制作五个秘密武器 来模拟不同的出拳方法 让机器来打灭蜡烛 可是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首先高老师决定 模拟推展 三二一开始 我们成功了证明 这个装置不同的话 它的转速是不太一样的 随后不甘失败 高云峰老师对他的秘密武器 进行了改装 不一会儿 一个新的装置出现了 我这个是等会儿我一通电的话 它会正好旋转起来 旋转起来的话呢 好像看得见了电风扇 像我身上模拟 就是一种健康安全 当然像我怎么样的话 要看时间 它就现在正在 这就是电风扇 这就是灭蜡烛 新的装置打灭了五根蜡烛 虽然高云峰老师的机械装置 最终也没有达到 永春高手打灭蜡烛的数量 但是他却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 同样的力量 不同的出拳方式 结果却相差甚远 永春日子冲拳 轮流出拳的效率 远高于其他的出拳方式 看来永春拳中的绝招 日子冲拳的出拳频率 确实鸣不续传 也只有这样快速的拳法 才能在实战中 瞬间抓住破绽 打的对手无还手之力 那么王志鹏师傅日子冲拳 到底能达到多快呢 我们在北京体育大学的实验室里 对王志鹏师傅的日子冲拳 出拳的频率 做了测试 测试结果显示 王志鹏师傅在一秒钟内 最少打出六拳 试想一下 如果这每一拳都加上 寸净的力量后 威力将会如何 永春拳 虽然没有金钟罩武功超强的耐受力 永春拳也没有铁砂掌武功超强的破坏力 但是 普世无华的永春拳 从实用出发 在近身格斗中的效率 却是最高的 也许 这就是中华武术 我那今生之处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